夏天要養心 苦瓜就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而且又是當季的食材 沒錯 我今天做這一道 把它結合了兩個美食 傳統美食 什麼 叫苦瓜風鳳梨雞 苦瓜風鳳梨雞 平常都是鳳梨雞湯而已 鳳梨苦瓜雞或是苦瓜風 對 我今天滿巧妙的 把它結合在一起 等一下你們可以看一下 我吃看 真的非常難 我今天用後面手工 把它剁的雞胸肉 雞胸肉 因為一般煮 鳳梨苦瓜雞都是雞腿肉 對 比較油膩一點 我今天再把雞的雞胸肉 把它切大塊一點 因為苦瓜風都用絞肉 吃不到肉的口感 所以我把它切成像塊狀 像等一下吃起來 會比較有那個口感 所以兩種肉混在一起 一個切碎 一個是塊狀的 這個是切得比較細的雞胸肉 所以這幾乎都沒有油脂 我們就把鳳梨苦瓜雞的 硬鳳梨 硬葳梨 硬葳梨 把它像一般傳統買 會有豆豉 豆豉鳳梨 你就把它切碎碎的 這個要吃吃看 如果很鹹 因為每個人釀的 有的會有一點帶甜的 對 這個滿鹹的 所以你就不要太多 太鹹一般人會加糖 那我們就加一點新鮮的鳳梨 用新鮮的鳳梨把它加進去 現在也正甜 對 沒錯 我們再把調味加進來 加一點點這個辣椒末 辣椒末 OK 加一點點蒜末 蒜末 等一下我們也是要 像做成那個丸子這樣的概念 我們這個蛋 一顆這個全蛋 一顆全蛋下去 等於是做丸子的概念 加一點這個是 香菇 對 香菇 我要切 乾香菇比較香 肉的話把它加進去 好 加一點點蔥花 一半給它留下來 這料很多 很豐富 很刮風 自己要吃得要風漂亮一點 OK 好 如果這個黏度 你等一下觀察一下 如果不夠 一般我不喜歡加太多粉 如果你覺得這個黏度不夠 再補一顆蛋是不是 沒有 加一點點太白粉就好 太白粉 OK 剛才講的如果這個鹹度 你喜歡用一點醬油的鹹度 我們就加一點點醬油 自己調整一下 大概一匙 OK 好 這個是米酒 因為你有一點絞肉 用一點米酒的話 它會比較有水分 OK 好 這樣子 其實這個適合比較用手 我們拌勻之後 把手把它抓一抓 讓它這個有一點黏性 OK 好 好 那這樣黏性 如果你覺得不太夠 你就加一點點這個太白粉 一點點就好 對 不用太多 好 這樣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火 我們就可以買 我們可以開火 開火這個時候 其實我們做法不是用燉的 我們先煎一下 先煎一下這個肉 對 這樣要定型 好 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先開火 我們加一點點油 所以這個肉要先炒過就對了 先都會煎香它 先煎香它 OK 所以我們就可以來 就已經先塞進去苦瓜裡 這個是要做苦瓜封了 先讓它這個油 先熱一下 我們就邊封就可以把它邊放進去 OK 這樣子 或者是你把苦瓜先放上去 也可以 這樣的話你的有絞肉又有肉塊 這樣的話 還有煎的香氣 OK 對 這樣的話它等一下吃起來比較 OK 比較香 對 比較香 所以我們這苦瓜沒有先處理過 就是把它切成這樣子而已 對 不用 OK 不用先處理 因為如果你是要速度快一點 你可以把苦瓜稍微先用蒸 稍微蒸軟就好 你煎的 等一下燉的時間 就不用這麼久 不用那麼久 OK 好 這個其實也滿方便 你把它做起來 其實你就可以把它放在冰 放冷 這街道其實我覺得吃冷的 冷的也可以就對了 OK 因為你把它封起來之後 等一下我們要燉一下 燉完之後你就可以把它 放冷之後放在冰箱 你就不要加湯的時候 變成一個涼菜 OK 因為我今天這個完全不油膩 都是用雞胸肉跟禮雞肉 OK 沈醫師你怎麼看這道料理 這道料理為什麼可以補我們的心臟 因為這個苦入心 我們講苦瓜 苦入心 那我們可以適當的使用一些 像苦瓜 蓮子心這種 比較藥食 同源的這種食材 然後再來是 因為它苦入心 所以清新火可以幹嘛 可以治療失眠 肝臟 然後再來它裡面有豐富的維他命 維他命C 所以說它對於我們的細胞抹液 保護的效果 然後對於我們心臟 心血管 這個動脈周章硬化 它有一些保護的效果 再來還有一點就是 因為它苦味 它除了可以清熱解暑之外 它還可以調節什麼 我們的胰島素 胰島素的穩定 所以我們常常有聽到有人說 我吃苦瓜 想要去穩定它的血糖 它的來源是這樣 OK 好 所以我們今晚還要翻面一下 翻面之後 你看它這個香氣就出來 對 它香氣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一般家裡 如果有高湯 是 要倒高湯了 對 那我就可以 把高湯倒進去 OK 那一般鳳梨苦瓜雞 是不是要加這個 硬鳳梨對不對 對 那我建議大家大概吃 三分之二就可以了 三分之二 OK 不用蓋過去 對 不要蓋過去 那你就把這個硬鳳梨 再加進去 對 你這個還有豆豉對不對 用這個來調味就對了 這樣湯也可以喝 對 湯也可以喝 那你就 如果很鹹 不要加太多 就把它蓋鍋 燜了大概兩分鐘 再把它燜個兩分鐘 那最後還有新鮮鳳梨 等一下 我們先不要加 因為這是最後再下 最後再下 來上菜前 所以這個給它燜起來 蓋上去 OK 大概這個給它燜個大概五分鐘 那所有的苦瓜 全部都爛了 最後我們要上菜前 再把新鮮的加進去 那我們這道顧心臟的料理 就完成了 推薦這一道 苦瓜豐鳳梨雞給你 降火氣 降血糖的苦瓜 搭配鯉雞肉 與蔬果調配的內餡 再與鳳梨一同燜煮 香甜風味又帶一點苦澀 讓你吃盡健康 所以最後告訴我們 夏天到底要怎樣正確的補水 好 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你可以把你的體重 乘以30到35 然後再依照你的尿量 流汗量 還有你本身口渴的程度 在做適當的一個增加 對 千萬不要吃這個口渴後 才去喝水 其實在夏天中暑真的很可怕 今天告訴各位 中暑影響是全身的 絕對不是只是什麼 頭暈暈暈就好 真正的中暑死亡率 可是有30% 希望大家在這個夏天 一定要多喝水 而且要記得補充鹽分 才可以抿離中暑的傷害 我們健康看臉下次見 拜拜 很多的年輕女生 年輕男生 甚至有一些人到十幾歲 他其實就有便秘問題 他常常會丟給我們醫生的一個問題是 我便秘 會怎樣嗎 排便習慣有問題 應該就只是一個腸道的問題 告訴你 便秘可能會影響到全身 趕快加入健康2.0 YouTube 頻道會員 超值活力班 均榮養生班 都能線上觀看專屬課程 還有好禮等著你喔 好多… 不適合你